要過年了 每個人都希望能夠領到一個大紅包 政府現在要把多收的四百億稅基 有可能要把給低收入戶一個大紅包 我已經請行政院儘快拿出具體的方案 讓收入較少的民眾 能夠優先分享經濟成長的紅利 呼應總統元旦談話 現在行政院討論的方案之一 優先發這四百億 給經濟弱勢 不過到底標準在哪 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年收入六十萬以下 基本工資或許月薪三萬塊以下為基準 大約三百萬人可受惠 可能一個人拿到一萬塊現金 他們很多人根本都不交稅 還要給他們 而且他們帳面上他們收入很低 但是你知道那個賣豬肉 一個月賺多少錢嗎 有獎稅的民眾想到無法 有福同享 心酸酸 應該要把那個消費建 那個促進經濟成長 只發給低收入戶 你覺得是比較 還OK啦 有人提出去年新加坡 因為政府投資賺錢 人人有紅包 低收入戶拿大約七千塊台幣 高所得拿三千塊台幣 不過台灣政府多出來的 只有四百億 能不能敢在年前發 都有點難 這一類的預算 其實它是特別預算 必須要有立法院的監督 所以以此時程來推論 在農曆年前就要發放現金 這樣的說法 恐怕幾乎不會發生 其實這大問題還是卡在 怎麼界定經濟弱序 誰可以拿到錢 這問題沒答案 紅包就難出國庫 到你手上 在列行委李維廷 全家委特別報道